大家好 我是碧金姐 我做外送这么久 除了遇到奥克 其实也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几个外送行业的都市传说 第一个事件 跟一宗曾经在台湾轰动一时的命案有关 由于使者是一对姐妹 所以有人叫这个案件为 姐妹动杀人案 一开始 这只是一件失踪人口邪寻案 随着深入的调查 各种方案过程 处理尸体的细节 都让人猫骨悚然 而我其中一个同事阿里 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卷入了这起姐妹动杀人案 阿里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偷吃客人的食物 姐姐好 姐妹 姐妹 这下不错吃喔 是 今天第一事情 我跟你讲 搞一次我投资过 讚 同时 她本身也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例如 她看见路人 拿起手机 就会觉得入文在偷拍她 有时候看到一群人往自己看 就会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 阿里这个症状 被医生判断为被害妄想症 容易过度解毒 觉得其他人有了 焦虑和犹豫的程度越高 敏感度就会越高 抓住她 抓住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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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出所 牙刺住 牙刺住 不要 啊 啊 北市十二珍貴中分屍命案 使者为一对双胞胎姐妹 匈贤是一名炸鸡店老板 使者遇害后 惨遭分屍 制作成炸鸡 现场一名外送员偷吃客人食物时 一试吃到人肉炸鸡 而不是送医 最后这件事情影响过广 因为怕造成过度的社会恐慌 所以政府当局封锁消息 而当时录制的新闻片段 到现在都还没有在电视台播出过 而我那位同事之后也离职了 一名外送员偷吃客人食物时 一试吃到人肉炸鸡 而不是送医 真的 真的好好吃喔 外送员也很怕遇到奥克 特别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客人 除了喜欢投诉 还会诅咒外送员 接下来这个都市传说 是我们投诉专线 0806449的客服同事 告诉我的 是! 你姐姐是有点外送到店 没有啊 现在那边雨超大的 我觉得晚上一定要回到洪 oyn 還好啦 我男朋友回不來 也要不要你今天晚上睡我家 飛 我跟你講喔 我打電話去忙那個外送 餵 雨帶又怎麼樣 雨帶就沒領錢嗎 你不想送就不要接單啊 現在只有你工作辛苦 我不辛苦 叫你送個外送禮有一堆 我一定會客送你 警告你喔 趕快給我送喔 不好意思我 我馬上過去 起死 我都快餓死 你怎麼不去女子 你不要這麼生氣啦 你叫我哪一家 就最近新開的那家炸雞店啊 我跟你講他們的炸雞超好吃 附近的炸雞店全被打趴 現在超貨 而且啊 現場都要等超久 我知道啊 那個老闆之前有上過我們的新聞 是因為太好吃嗎 是因為那個老闆之前是外送禮 結果他有些偷吃客人的食物 喂 小小姐你好 我是邦尼Eats的客服 我在系統上看到你有一個訂單一直沒有送達 我們會安排另外一個外送員幫您送 很抱歉耽誤您寶貴的時間 再次的餐點由我們招待 另外再送你兩百元的折價券 下次給我 誰 昨天啊 那個邦尼Eats有給我兩百元折價券 我們來電影那班 好啊 我要QQ妹妹好喝到 閉嘴 就真的 我等一下喝完飲料就要回去囉 今天怎麼那麼快啊 可能是我昨天罵過吧 所以才快 是不是今天沒下雨吧 我點的是飲料不是炸雞啊 我點的是飲料不是炸雞啊 我已經努力了 拜託不要刻度我 不好意思我 馬上過去 啊 最後那位客服同事說 奧客的朋友一直打來問公司查詢 公司對外說法是系統出錯導致的 但同事告訴我 下雨的那天 那位外送員就失臉了 究竟這個都市傳說是系統出錯 還是外送員穿越時空 或是鬧鬼呢 就不得而知 大家有拿過昨天的外送嗎 很多都市傳說都是朋友間的口耳相傳 很多都市傳說都是朋友間的口耳相傳 所以真實性往往難以考證 但今天最後一則故事 是畢竟姐我自己情深經歷的 這件事情呢 至今歷歷在目 讓我久久無法釋懷 還記得那時候 我剛加入了幫你一... 我還記得 那個地址 我已經跑了好多次 每次偷吃的時候 都沒有被那個八九發現 你好讓你久等了 喔好謝謝你 祝你用這魚塊 OK辛苦了 但是有一次 害羞嗎 我當時嚇到 把你的薯條還含在嘴裡 哇 這個八九進來了 可交到那麼漂亮的馬子 你為了帶我自己用這魚塊 給你錢 不用走 這個單才兩百 你給我一千 這樣我多賺八百耶 謝謝你 謝謝 啊賺到賺到 欸 怎麼有人這麼好 會不會是假叉 檢查一下 救命 我跟我姐被綁架 救命 我跟我姐被綁架 這樣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救命 喂 喂 欸 是美學級學長 操演嗎 你是那個藍帶級學妹 你必經嗎 啊我不是告訴過你 對付客人的準則是什麼 投資 壓彈 今天不是客戶欺負我 是客戶被綁架 你趕快來啦 事情很嚴重 這麼嚴重喔 好 我就要隨船給你機會 喂 有什麼事嗎 先生 裡面是有兩個女的 我有幾個女的 關你屁事喔 你是綁架哪個女的 快點放他們出來喔 兩位先生 你們有事嗎 我是小姐 看不出來是小姐喔 超雷我先進去看看 好 你們在幹嘛 為什麼要跟我拿票 是她嗎 不是 是一個胸部更大的女生 是一個胸部更大的女生 喂 你們到底在找什麼啦 這是我們家裡 不來啦 什麼 出去出去 全部啦 到底在找什麼啊 站不去我要報警了喔 怎麼了怎麼了 學長你要相信我啦 而且剛剛女生超大方的耶 蛤 對了 她有給我錢 所以上面一定會有指紋 欸欸欸 怎麼是金子 喂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鬧我了 我金子收一單而已啦 我這是余恩姐在騙你 我跟你講 而且你要想為什麼會是空物 很奇怪吧 那女生真的大滴小音 你要相信我 你們兩個真的很愛跑出來鬧事 這麼不乖 早之後就不要把你們從炸雞店裡面請回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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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都市傳說 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呢 最後再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宇人節其實是一個講真話的節日 那我幫我拿一個反光板好不好 反光板 那邊 你有很常拍這種劇情的嗎 他不是在剛剛有玩電影嗎 喔難怪 天啊我在觀光面前耍踏刀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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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戲這種東西就是好玩 演你人生的精力的某一小段 把你那個性格拉出來了 沒錯而且每個人年紀的不同 所以演技也會跟著不一樣 對這倒是真的 演技不到就要去揣摩別人的 可是我們真的說真的 內容其實蠻不一樣的 其實蠻喜歡的啊 蠻喜歡的對不對 你要知道以前 我還在這個 在 也是有學到一些啦 其實網路劇就是好笑為主 節奏快 然後要把一些爆點 在一瞬間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很空閒齁 不然怎麼會有空來參與 沒有是因為 臨近一句不好 真的假的啊 因為他我真的一直說 他是我的恩人 怎麼會這樣講啊 那時候我聽到小小的時候 當時候 就你有答應說要跟我合作 嗯 啊其實在你的人生過程中的前三名 那個你一定有不記得住 天啊 好感動喔 所以我一直想說你是恩人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趕快跟我one night stay啊 不然怎麼辦怎麼還 長友怎麼樣 長友其實還不錯耶 還不錯 尤其是那個老公腰 Oh my god 喔水 他那個身高我跟你講直接排卵 來長友來 喔要排卵了啦 又叫他過來 為什麼 因為我跟年輕人說 我沒什麼好報導他的 就你啊 我 他要把我跟妳 一起排卵 一起排卵 這是什麼道理 欸對 長友你覺得今天拍這個整個戲的過程中 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 是不是尤其在廁所那一段 我拍播魚的時候 你在後面 長友不要 雖然我們都有照劇本在走 但是有時候自己的小劇場會想要演一段 對 會想要 因為我不敢說自己多厲害啦 但是有在學習 看到很多好的演員 自己會加入自己的東西進去衝撞 對 好啦 今天很感謝兩位就是來幫忙參與 很感謝 因為我們戲裡面真的很少有這麼 男生男子漢的那種感覺 有很多猛男嗎 沒有那個都是那種 比較女性胖一點的猛男 然後出來演直男 然後出來演直男 不然就是不是直男說自己是直男出來演直男 泡泡格格 真的 我就知道整體是他 沒有說真的 如果說之後想發我們 隨時 真的假的啦 我就做你一句話 好不好 那如果男頭你需要這種角色 一句話 我考慮 可以 因為男頭真的是比較遠一點 那三天兩夜 我只單獨招待你 天啊 照寵默契 有什麼需求隨時跟我說 什麼需求都可以嗎 你直接找個時間下來 你直接找個時間下來 常常感覺很累喔 他說你找個時間下來 他昨天還去陪你 然後他只要陪你 我也不可以 我也不可以 你們到底在找什麼 我在找人家嗎 哈哈哈哈 邦尼It 擴大真材中 擴大 擴大 很恐怖 我比較緊張 請撥打 好 來來 邦尼逸 擴大招募中 真才專線 請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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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帶整Q給你就是請撥打 邦尼逸 擴大真才中 請撥打 0806449 0806449 0806449